本纪录片讲述的是 纳兰陀 世界上最伟大的古老马哈维哈拉 纳兰陀的历史 将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时的 法陀摩纳 马哈维尔和佛陀 纳兰陀 马哈维哈拉 被视为古时代最伟大的马哈维哈拉 是由吉多王朝的纠摩罗吉多一世 在公元五世纪的前半期所建立 公元七世纪前半期的卡脑杰戒既日王 和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东印度的 帕拉统治者继续资助维护 这个学术修道中心 纳兰陀是佛陀的杰出弟子之一 舍利佛诞生和涅槃的地方 纳兰陀寺树立了自己作为亚洲学习中心的地位 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外的学生和学者 相遇圣民的学者们 如吴祝 戒险 护法 法称 和著名的中国旅僧玄奘和义晋等人 都曾到过纳曼陀 马哈维哈拉 在此学习或授课或学习尽课 中文字幕后是在中国联络的圣课 还在中国以外的最前的最前的尚人 从中国联络的知识 从中国上就拿到课 量从中国从中国 取得开了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间随以后 用于其他最后的尚人 还用到课程前 소用人的联络 能性意 科学习之一 也都可以认为 那自作为 让它在传绿的 在文化和教育中心中心中心 许多中国当时的旅外学者们 都详细说明记载了 纳兰托马哈维哈拉的结构和功能 本马哈维哈拉教各种各样的课目 包括神学 语法 逻辑 天文 玄学 医学 曲哲学等 财务上 纳兰托斯的开销 由当时的国王以支持 纳兰托马哈维哈拉的名义 向当地村民征收款项来支付 玄奘所著的明文与记录中有所说明 到目前为止 即挖掘发现多大11座寺院和6座寺庙 寺院的布局和规划总体上保持一致 一个单一入口 中央庭院 细排排的隔间 环绕着一个通用的走廊 一个防贵重物品的密室 楼梯 厨房 一口井 一个粮仓 和一个共同祈祷和集会的地方 构成了这些寺院 基本的共同元素 此外 还有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 在这里 不同的主题进行了研究 复制和保存 三号寺庙 是其中最大最雄伟的建筑体 原本有四个角楼 目前仅剩下两个 角楼上有翼排排的笔刊 里面有美丽的石膏佛像和菩萨 是齐多帝国时期的精美艺术作品 公元四到五世纪 二号寺庙有趣的地方 是重机上 两百一十一个雕刻面板的墙群 纳拉托马哈维哈拉 是当时一万多名学生 生活这处的学习中心 即使在那些古代的时期 有一个学生和学生和学生的 一到七 另一个很严重的功能 是 那些教育是通过一种 讨论和讨论的方法 大兰陀斯是由異国国王 纠摩罗吉多伊士 所建立的佛教寺院和学习中心 这一定是事实 通显了它的重要性 这个伟大的寺院 在帕拉时期后期 开始慢慢衰落 直到公元一千两百年左右 受到巴克提亚尔 第二级的清洗 受到严重打击 七百多年之后 1915年到1937年和1974年到1982年 西区弗朗西斯 布卡兰 汉米尔顿 布罗德利和亚历山大 坎宁安的研究 并在迪比斯普纳 特拉·南德·夏斯特里等人的进攻下 印度考古调查局 陆续进行了挖掘工作 纳兰陀·马哈维哈拉 目前由印度考古调查局维护管理 这里绿草乳荫 七分一人 有多种竞选的植物 为整个寺院 新造了无散的纯净环境 纳兰陀寺是佛教文化里很重要的一站 它的年平均游客客流量超过三十万人次 是一个深受国际欢迎的旅游景点 纳兰陀·马哈维哈拉 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文化遗产 请支持我们 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中文化遗产 中文化遗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又是阅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